突击模式赚百万还是挺简单的 之前都试过了 如果再加一点难度呢 两百万呢 这就得需要运气了吧 首先这个开局就不怎么样啊 一个房具都没有也就算了 枪还是把喷子 可以说一切都从头开始 本来可以在商店买东西直接一步登天 可这突击模式也太绝了 根本不让买 不然是不是就有精致狗杂和六G8了 那好吧 第一件事先找装备 毕竟这个时间了 boss肯定早没了 也好 不然我也不好打 就剪点别人不要的吧 诶 运气还不错 刚来就有收获 我希望boss没掉好装备 不然肯定会被剪走了 怎么也轮不到我 还不如消消停停剪四G nice 连五G都有 这次有点顺利呀 怎么没有同行来抢呢 我有点不习惯 但还不是特别完美 虽然确实不该晒晓太多 但如果能换把更好的枪就好了 这不一样的吗 就颜色不一样 枪口我可以拿着 配件我都没有 但我更有追求 辐射区就很考验运气了 运气好 白减几百万都有可能 白减辐射板也不难 随便一个箱子都得看看 说不定就有惊喜呢 这个很干净 你看 来了吧 全是我需要的 我连急救包饮料都没有 特别是饮料 等会进辐射区全靠它了 上次我没进辐射区都能赚百万 这次直接不得了 来张黑卡吧 黑卡觉得还不是时候 好吧 随便一个盒子都要看看 总感觉有惊喜 你看这么多高报 直接就用不完了 这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 用一个文件柜没人开 是因为看不起它吗 还是不相信自己能出黑卡 算得有眼光 受不了了 回来缓一下 但别在意 这个辐射区对瓢仔很友好 没有辐射区也全部可以开完 BOSS盒子没找到 但是找到的没人要的物资箱 就这样吧 总会有漏网之余 离两百万又近了一步 好 换地方 这边的入口我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果然那边箱子还在 开了它 金条这不就来了 这样下去的话 感觉两百万的目标定小了 嘿嘿嘿嘿 哎 这边怎么有个盒子呢 没捡到辐射板 没有就没有吧 连人也没遇到 有时候也能听见枪声 我也想去找它 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确定了 没必要去玩一图二图傻的了 这还不够安逸吗 上限也高啊 一图二图赚百万有多难 不用说了吧 怎么可能有这儿肥 箱子而已 多找找肯定有的 等等 缓辐射的时候听见脚步了 不会吧 那么巧 抓到大鱼了 机会摆在面前 哪怕翻车也要拼一下 拼好了就一波肥 拿了吧你 果然还是太弱了 但又如何 都已经到了这一步 不可能有退路了 跟它拼了 怎么样 怕了吧 发达了 好像没多发达 草率了 认错人了 这也不行啊 甚至还不如我的感觉 不会是个同行吧 不像 感觉它比我高一级 是个嫖仔 白人帽是做不成了 还是老老实实搬砖吧 也一样有前途 还是没有黑卡 浪费我宝贵的开箱机会 这种时候还挑肥减兽的呢 啥都减 来黑卡 还是没有 总算开到一个武器箱 来个奇迹也不是不可能啊 nice 不错 很好 也算是一个好东西 这把枪的价值就不小了吧 话说平时枪多到带不走 今天总算得到一把 哎 终于遇到了 我就说怎么可能呢 我平时这种子的 我看都不看 我就说怎么可能 没人和我一样呢 拳头要 今时不同往日 终于能理解那些嫖仔的心情 苍蚌腿在小也是肉 今天的盒子不给力啊 一个装备都没有 浮摔板也没剪着 和想象中不太一样 你看盒子还真不少 就是没好东西 来张黑卡吧 没时间了 这就没有吗 好吧 可以统计一下 揭晓答案的时刻到了 估值正好两百万 实际呢 太可惜了吧 就差一点点 三万都不到 太可惜了 哼 还有机会 突击者礼包 怎么把它忘了 至少三万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达成目标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 拜拜